第五十九集 要是不够 您老再说话 在我的记忆中 没见过这村长这么大方 这位村长啊 以前是大队会计 有名的铁蒜 特长就是咽过拔毛 现在能这么大方 难不成是看我旁边 这个厅长的面子 我正在散想呢 那边村长自己已经给了答案 老陈大叔啊 有个事呢 和你合计一下 你说这么多的元宝 是从哪里来的 沈厅长啊 您别误会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相反 你刚才说的话 我是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吧 别绕圈子了 再把自己给绕进去 没等我说话呢 爷爷已经接上了他的话筛 孙胖子也走到我的旁边 小心点啊 你们这村长说话 眼珠子之转绝对没好配 他现在啊 把手就在下套 我哼了一声 说实话 不管我是不是处长 这位村长都不太敢给我下套 在小清河村的一亩三分地里 说了算的就一个 就是我这位当年一把火点了长途车站的爷爷 我们小清河村的村长历来都是白手 真正能做主的 是我们沈氏宗族的族长 要不是老伴传下来的规矩 凡是沈氏宗族族人 不得入村为保 这个就只保证 那这村长的位子 说什么也轮不着这个人来做 就是这样 每到村里换届改选的时候 几个村长候选人 都要连番提的点心匣子 到我爷爷家 为的就是要听到一句 好好干 选举的时候 我投你的票 爷爷这一句话 就代表了村里人口超过八成的审刑人 都会投他一票 村长看了孙胖的一眼 犹豫了一下 要不我一会儿到您家说去 你就别掉胃口了 就在这说吧 小孙厅长 他是我孙子的老战友 不是外人 爷爷看着村长有点不耐烦 他也着急要去清点一下 我们沈氏宗族能分到多少缘 偏巧 村长一个劲的在他耳边磨叽 事后爷爷跟我说 早知道他这么磨叽 当初就不应该选他当村长 村长赔了个笑脸 老沈大叔啊 我以前看过咱们村的村制 自从道光三年 村里有村制以来 不算今晚 在这条大清河里 一共捞出过六十多个金银圆袍 我看过其中几个的图片 和今晚扔在船上的圆袍 一模一样 爷爷以前倒也是听说过几次 最近的一次 也是最多的一次 是在十多年前 那是有一个大鱼的 在大清河打了一辈子的鱼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 这个渔夫突然就阔了 把房子扒了 起了小楼 天天大鱼大肉不算 还给他的手摇卤 装上了马达 每天在河里撒 奇怪的是 打到的鱼他看一眼 大部分就直接扔回河里 大点的才带回家里下去 左右邻居看了都奇怪 心想这打鱼的不过了 村里有人眼红 写了匿名信就到派出所 说他走私贩毒 贩卖军火 杀人放火 卧不足 虽然这个匿名信写的扯淡之急 但是一条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这还是稍微靠谱的 派出所把渔夫找来问话 想不到渔夫窃官 问一打百 没几句话就说了 他有一次在河里打鱼的时候 一网下去 等收上来才发现 网住的不是鱼 是16个金元宝 一个金元宝就有一斤多成 当时的金价 渔夫他就是贱卖 也能卖个小一百万 消息传了出去 当时还造成了一个小轰动 家里只要有船的 都下了大清河 就算是没有渔船 只要汇两下狗袍 都敢一猛子 扎到河底摸金子 可惜这大清河里 除了鱼鳖虾蟹之外 再捞不出别的什么东西 金元宝没捞出来不是 还搭上了一条人命 我的一个远房大哥 一猛的扎下河就再没上来 找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双脚都被水草缠住 整个人泡在河水当中 死的时候 双手高举 就像摆了一个投降的姿势 眼看着情况越发不受控制 就在这个时候 当初那个买渔夫金元宝的人来了 他找专家鉴定过 渔夫卖给他的金元宝是假的 最主要的成分是铅和铜 只掺杂了极少量的黄金成分 消息传来 轰轰烈烈的捞金运动 终于在一片叫骂和哀嚎声中结束了 本来那件事情都快被遗忘了 今天村长再次提起来 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愣 你的意思 今晚的金子也是假的 我可没那么说 还有 当初那十六个金元宝 也是真的 你说什么 别那么大声 再把人招来 我好不容易把老兄哄草了 村长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他左右看了一下 确定没有被人看见 才继续说 当初 那个买金元宝的人 是我亲戚 他是被派出所的人 以倒卖黄金的名义 抓了进去 在派出所里 让他改了说法 第二天 假金元宝的消息就有了 你说清楚了 到底金元宝是真的还是假的 买到金元宝的第二天 我的那个亲戚也拿不准 就找了首饰圈里的行家 那个行家给的结论是 元宝是纯金不假 只是纯度稍微差了一点 不过 因为元宝属于老金 受工艺所限 这也是正常现象 而且正因为是老金 所以价格上 可以再高一点 爷爷听了指点头啊 你的意思是说 当初在河底捞出来的 金元宝是真的 只是怕再出事 才出了这样的结论 可以这么说 不过 那个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 从今晚的情形能看出来 在我们大清河的河床上 应该还有大量的金银散落着 这要有一天的功夫 就能把它们全找出来 两年前 在大清河上游建了一个水坝 只是这两年呢 都是防洪防涝 水坝的作用就是泄洪 给闸门从来就没有关闭 现在只要水坝关上闸门半天 河水就能被放干 河床上边的东西自然就一览无余 而且水坝上面 从上到下 几乎都是我们老沈家的 村长的这个计划 能不能实现 就看我爷爷的一句话 村长说完他的想法 就该爷爷挠头了 暂时关上水坝半天 这个事情呢可大可小 大清河下游啊 还有三个村子 这河水一干 想瞒都瞒不住 村长看出了爷爷的心思 老沈大爷 我刚才一直想来着 就让大坝出一个通告 就说要测试一下 囤水的能力 大坝暂时关闭门门一天 老沈 你还犹豫什么呢 这是真正的捡金子 敢早不敢晚 只要你一句话的事 加上萧老道在旁边 一个劲的掺和 爷爷有点被村长说动 我看了村长一 从小我就认识 到现在我还没看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从河边回来这一路 也就走了十来分钟 他竟然能谋划这么 这是什么人 爷爷想了一阵 还是摇了摇头 还是不行 我答应甘县长了 还有几天的大戏没唱 就算是关水闸 也得等船戏散了吧 老沈大叔 爹也只好点头 随了大溜 好事不敢晚呢 第二天我睡醒之后 就听说村长 已经和甘大业 甘县长说好了 由于这次百岁船系 准备的不充分 造成了几名群众的意外死亡 加上之前请的戏班 突然无故离开 这次的百岁船系 到此为止 善后的工作 由村里自行解决 当天下午 上游的清河水坝下了通知 在明天上午八点起 水坝进行观察 吞水测试 测试时间大约十个小时 开闸时间另行通知 往下游各村做好准备 这就要动手了 气不畅了 太爷爷的寿也败了 剩下的事 我本来不想参与 跟孙胖子商量的 是不是早点回去 也没想到 这孙胖子 他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了 非要看着大清河的河底 到底有什么东西 不过 也就是因为 他的这份坚持 我和他 才拉开了 鬼戏之后 另一个故事的序幕 是因为 他不想参与 他不想参与 我会知道 是因为 感谢观看